我們在亂數取這個值,常常會碰到第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今天假設呢,我再按一下亂數 我說我們之前常常用的是這個東西 程式裡面的ridden integer from 1到10 如果我們今天是用這樣子 那有可能ridden出6 好,第二次我要在ridden的時候 也是靠這個,ridden integer 1到10 結果萬一又ridden出6 這兩個字一樣,我們要不一樣的 所以這時候你一判斷6 你還要再去跟前面ridden的值出來比 比比有沒有重複 啊,重複了 我再執行一次ridden integer 然後跑來,又是6 哇,這是有可能的啊 又是6 哇,那又再跟前面比一樣 哇,再ridden一次 當然一直ridden到,假設ridden出來是2 不一樣的,結束 可是今天這只是兩個數字 我說了,像比如說我們樂透 樂透是不是在42個號嗎 取6個,好像是這樣子吧 哇,6個耶 你要跟前面的比對 你由其到第6個 你隨便ridden都有可能跟前面5個相同 其中1個相同 哇,你就不知道ridden幾次 所以我現在要跟各位講一個方法 我先用這個小的,給各位看一次 小的動作 比如說我希望是這樣子 假設我ridden出來是6 但是是這樣子喔 來 假設這底下是值 上面是 index 上面是index 我稍微退後一下 各位還記得嗎 第一項的index是多少 1嘛,對不對 好,對不起 多大力量 上面的index 是1 那當然,接下來是2 接下來是3 4 5 6 7 8 9 一模一樣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ridden出6之後 我的做法是 我去抓index 6的值出來 欸 也正好是6 沒問題 我把6抓出來 我 來再講喔 我ridden出index 但是我要抓 抓 抓 index 為6 的值 為 6 的 值 OK 那 這是正好也等於6 沒有問題 可是我抓出來之後 我要 我的做法是 刪除 index 為 6 的 值 刪除 index 為6 好,我要刪除 我一旦刪除之後 前面都會往後地補 往後地補之後 index 最後一個index 會不見 就沒有最後一個index 那 那 假設我接下來 接下來又再 rand 欸 好巧不巧 又 rand 出來是6 我再繼續去抓 index 為6 的值 那請問 那請問index為6的值為 是多少 是7喔 所以 現在我抓到是7 然後 再來 再來 我再刪除 index 為 6 啊 index 為6 的值 所以 index 為6 我要把這個值刪掉 一刪除 後面的又往前地補 index 又少一個 欸 但是要注意一點喔 原先 在第一個的時候 我是用那個 剛才那個 rand integer 啊 from 1 2 10 對不對 可是 在下一個 因為我刪除一個之後 index 少一個了 我的rand 就要改掉了喔 我的rand integer 就要從 1 到 9 了 因為如果我 1到 10的話 他給我random 出10的時候 10沒東西啊 10抓不到東西 他就會出現 error 所以我這邊 就要 我要用random integer from 1到 9 那現在呢 我已經random出了兩個數字出來 假設我要在random 第三個數字 所以我要在random 第三個數字的時候 我這邊就要 random integer from 1 到 8 然後接下來 假設萬一 index到的東西 好我假設index到是7 好了 我index出來是7 所以這時候我就是抓 index 為 7的值 那是多少 index為7的值 那最後一個index也不見了 你看我抓這樣要不要去比對 我的值有沒有跟前面不一樣 不需要嗎 但是你看我random出來的值 是不是都會長得不一樣 我要靠這個技術 可以嗎 這個就很快 我每次random出來的 我是針對index去做random 我不是針對裡面的值去做random 所以今天我裡面的值 就算我要讓你從 50到100裡面 random出 三個不同的值 那我只是把5到100都在裡面而已 所以來 我這邊因為有個投影片 我也用投影片再做一次動畫給各位看 來 我這個用到延伸螢幕去了 這樣子錄影出來 可能 我可能是這個 沒關係 我先這樣 好 來 我給各位看一下 齁 一直出現這個 好 對不起 我這邊 畫面一直出現幾樣東西 8 2 5 5 好 OK 來給各位看一下 目前的是 你看喔 我把上面是index 1到10 假設底下我是放0到9 好 那這時候我就 亂數產生1到10的值 我是針對index去做random 我亂數產生1到10 我是針對index去做random 然後一random之後 好 這個 後面以後我不放固定數字 我要放的是 number list的 個數 也就是長度 現在目前長度 1 2 3 4 5 6 7 8 所以以後 我這個random integer from1到 多少 這個多少 我不是放固定值 我要放的是 number list的內容個數 ok 然後呢 接下來 我就開始 random 假設random出來是1 我不是要取裡面的1 我是要取index為1的 裡面的值 所以這時候 我就取到了 我就把這個 index為1的值 存到另外一個list當中 存過去 到另外一個list當中 然後接下來我把原來的list的東西 刪掉 刪掉之後呢 數字會自動的往前移動 內容會自動往前移動 然後呢 最後一個index會不見 接下來 要在random第二個 可是這裡是1到9了 但是我這邊都不要拿固定值 我放的是 list裡面的長度 就用length 然後呢 再random 假設是6 這時候我要抓index為6的 裡面的值 所以呢 這時候 我就把6的值 call過來 從他 call到另外一個list當中 然後接下來把原來list 刪除 那個 向index為6的刪除 項目會往前移動 最後一個index就不見 接下來 欸 又產生1到8 這時候我把8 這個8的不是放固定值 一樣是 這個list的長度 然後 假設產生是2 欸 我要抓index為2的值 所以 把2的值扣過來 然後再把這邊index為2的值刪掉 往前逆補 index不見了 最後 產生出來的結果 0 6 2 完全不會重複 這是3個 random出3個數字的結果 可以嗎 好 所以 來 我就開始來寫程式了 給各位看一下 程式怎麼寫 我就是用剛才的技巧 好 現在 亂數取值的時候 我按下按鈕 我要做什麼動作 來 我先把大多數都丟掉 我只留第一個 我宣告了一個 變數 假設叫做 number list 蛤 哦 對對對 好 哇 這個畫面 來 等我一下 因為 投影的畫面 用到那個 它就把它當成延伸螢幕了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 回來 抱歉 好 那現在大家看到我的 都是我的畫面了 好 來 來 來 我現在剛才那支程式 好 這個亂數取值 1到10要取兩個數字 我要怎麼做呢 請各位看一下 程式當中 我宣告一個變數 假設它的這個變數名稱叫做 number list number list 然後放一個空的list 那這時候呢 我按鈕一旦按下去 我按鈕一旦 click之後 我要做動作 首先做什麼動作 我想把1到10的值先放到 number list 當中 OK 好 那其實我先建議各位 按按鈕之前 我先把這個list 清空 所以來 把這個number list 清空 就是一樣 create equity list 從這裡拿 欸 那上面宣告就有了 為什麼這邊還要 因為你下次再按按鈕的時候 你要再把它重新清空 再重投了 不要保險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一個po回圈 1到10 然後陸續做 and the items to list 加誰進到list 來 進到哪個list number list 加哪個項目 number 我把1到10 全部都加到list當中了 欸 我加完我稍微看一下下好不好 我把它丟到label裡面去看一下 我加完的結果當什麼樣 然後把number list 丟進去看看 來我執行一次 你看喔 現在這個list 有沒有 1到10 就是 我剛才後培圈 我每次按 你看喔 還有 如果我第一行 我先清空 給各位看喔 如果這個第一行 我不放清空的會怎麼樣 給各位看一下 亂數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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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越來越多啦 因為你這邊一直在做新增 所以呢 這個東西你要放在最前頭 先把number list 清空 所以呢 亂數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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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永遠是1到10 可以嗎 現在是先把1到10 增加到list當中 好 那接下來怎麼做 這個我就先暫時放旁邊 這只是剛才借看一下而已 接下來呢 我因為要redden兩個 所以我再用for回旋 做redden兩次的動作 ok 兩次 因為我要redden兩次 所以我用for回旋 1到2 好 那現在呢 我要怎麼做呢 第一件動作 我要先redden一個字出來 最好我把它捲下來 redden1到 這裡不放10喔 這裡我要放一個比較變動的 來 這裡有一個叫做list裡面的 ve of list list的長度 然後把list 就複製過來 list的長度 放後面 這樣看得出來嗎 我看一下這個 把它放直的 redden一體9 從1到 numberlist的長度 我要redden除一個 直出來 那我要存到一個變數 變數在哪裡 趕快宣告一個 好 redint 那預設我先給它離 ok 好 那接下來這個地方 我從1到 目前是10 出來的值 先存到 好 redint 我先把它存起來 好 存起來以後 接下來要幹嘛 我從list裡面去取出來 叫做 select listItem 我從這個list 取出哪一個index 哪一個index 剛才redden出來的index 剛才redden出來的index reddenindex reddenindex index 我把 這個redden出來的 當成index 去取list裡面的 直出來 取出來 放到哪裡啊 我把它放到list當中 好不好 另外一個list 另外一個list 趕快宣告一個 再宣告一個 再宣告一個 假設叫做result 然後list 剛開始 空的 先把它 空的 OK 然後也是一樣 同樣的動作 這個 我在 這邊我換一下 我的result 每次按按鈕的時候 重新清空 重來一次 OK 免得到時候會一直累加 所以兩個list 都清空 然後到這裡來 我現在 select之後呢 我們出來的東西 抓到了一個值 對不對 抓到一個值 我要 append 就是add add item to list 把這個 抓出來的項目 新增到哪裡 新增到 我們 result list 檔中 新增完進去之後 我要把原來的list 刪掉 那個項目刪掉 所以我要用到的是 remove list item 要用第幾個index 就這個redint 就是這個 剛才存下來的 index 刪哪一個list 啊 number list 刪除 最後 結果 放過來 有點長 所以來我做給各位看 其實已經做完了 你看喔 沒有 還差一個 我要把最後結果 放進來 最後 放回圈之外 我把最後結果 但是不是把 不是丟number list 丟 result list 所以各位看一下 你看喔 取值 然後2跟9 取值 9跟7 取值 7跟4 我隨便red 等一下 我隨便按 有沒有重複 都不會重複 有沒有 對不對 完全不會重複 好 所以呢 這一個重點是 前面還算簡單 重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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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再解釋一下 我有宣告 三個變數了 一個是 我要裡面 原本放1到10個 可是我先清空 宣告的時候 先清空 一個是最後放最後的兩個值的 我也先清空 Create empty list Core the list Core the list 然後另外這個是 Render出來的值 我先存起來的 變數 所以 for return 當中 我先把兩個list清空 然後把Number list 放1到10進去 然後 最後來的 for return 我用Render兩個 所以我做兩次 然後呢 陸續的動作 來跟解決給各位看 第一步 我先 Render Render integer from1到多少 這個多少 本來是放10 可是到時候10 我要讓它變動 到最後還有9 OK 可是10跟9 這是怎麼變動 我用的是 取Number list 現在的長度 所以長度是 原先是10 所以1到10 接下來我做的動作是 我就把取一個亂數 把亂數取出來了 存起來了 我接下來存起來 我就從這個 存起來的數字 當index 去取Number list的值出來 取值出來之後 然後 丟到 新增到 我新的list當中 再來 刪除掉 原來list當中 那個index 裡面的那個值 OK 刪除了之後 Number list就少一個了 所以等到我第二次回選 再做的時候 這裡已經不是10了 這裡已經變9了 所以我從1到9 重新Render一個出來 然後再從這裡 這個比較複雜 我把Render出來的值 我從原來的Number list 取這個index的值出來 然後 然後 加到 結果的list 把這個項目 加到 結果的list 最後 再把 Number list 原來的Number list 的那個index 刪掉 OK 雖然程式斷斷 可是 裡面的 意義比較複雜 OK 所以 我把 這一段程式 待會 把程式碼抓下來 好 然後 會丟到 這個 分享的裡面 OK 來 各位先試做一下